你刚刚用了多少鲜奶油 按点三首 那应该没有了 美食团队只准备了三首 够你拍摄二十次的 那这样吧 我现在就去买 沈樱 鲜奶油是我事前准备好的 不好买 而且这边这么远 等你回来天都黑了 好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 可以替代的东西啊 我刚才 我刚看到有同品牌的淡奶 我之前拿淡奶也打过奶泡出来 可以试试 不行 淡奶打出来的奶泡容易破裂 不利于拍摄 我看到淡奶的女郎多偶 可以一直打一直混到剧的 可是关键是 关键是 如果味道有变化的话 那上市之后还需要换成鲜奶制作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换成一到 只需要淡奶的甜品 喝吧 这次的苦瓜奇异甜品非常强烟 加上关键的流量加持 南韦三十的数据一记绝尘 销量已经达到本市的第一名 并且选出了第二名很大意见 大家都做得很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再接再厉 继续深化和盛氏集团的合作 宇阳大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这次南韦三十的门店 出现了一次冲号 用普通的要过期的奶油 代替了原定方案中的鲜奶油 这个没用于指定的那个奶油好啊 也不会太差 这个奶油今天就要过期了 理论上还没有 过了今天晚上二十三点五十九分 才能过期 要过期的奶油 那就是还没有过期吗 没有视频安全问题吧 是没有 但要不是正道 声音和我努力地争取 他们根本就不会换回原材料 是这样 我们那个奇异甜品的名头 已经被你打出去了 再说了 这个普通的奶油 也是经过安全检测的 所以我觉得 咱们使用这个应该没问题 经理 我们做美食 永远要奔着最好的去 一句没有问题 就把椅子冲好的问题 给搪塞过去了 这样怎么能把美食做好 沈小姐 我是这个店的经理 这个店的盈利啊 是经理的首要目标 经理 我给你的新甜品方案 不够你填回这些成本吗 经理啊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的话 我在行业内曝光你 让你从头部里消失 南韦三十的招牌 你砸了我我拦着 但埃森的招牌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一次的成功固然是有的 但是这后期制作的质量 谁又能监督呢 这个就让南韦三十自己把握吧 咱们毕竟是乙方 还不都是为甲方服务的 不出事儿就行 绝对不行 砸招牌的事情不能做 就算我们是乙方 也要督促甲方 履行对消费者的承诺 毕竟 我们是国内最大的美食媒体 我同意郑总监的意见 他人一起去 来啦 谢谢 不客气 今天和敏软达这么说话没事吧 但是我不这么说 毕竟这些材料在我这儿 我自己都过不了关 没关系啦 你旁边这个人天天这样 这不好好的吗 我现在既然认识了寺的老板 那不如我们下班以后 我请你们俩去消费一顿 怎么样 好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会儿在楼下等你 好 不用麻烦了 申已经习惯坐我车了 是吧 喂 好 我一会儿就过去 知秋雄啊 你有事要就去忙吧 等会儿声音呢 我负责带过去就好了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吃饭 chuss 宇总 冠云和埃森呢合作项目的事情 门店正里那边来电话了 说是成本问题压力很大 他们是做情怀的 可我是做甜点的 但是埃森和叶之秋之间的关系 让他们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 好 先这样吧 明月大 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你先坐 我们更在意的 是当下的口碑 公司的当务之急不是纠错 而是矫正 让公关那边做批量的扇品和刷屏 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 最柔性的方式了 我现在 只是让偏离轨道的列车 回到了它原有的轨道上 我不在乎你的什么轨道 甜品行业 如果我们两个连最基本的行业底线 都不能坚持的话 南卫三世事故 可能有更好的未来 志秋 你讲话 要过脑子 我觉得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跟南卫三世的合作了 志秋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 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 要有契约警示 有契约警示 雪 好 好 林主编 好久没联络了 余总 我就不管M价吧 我们合作的奇异甜品被质疑不新鲜 是不是你们的人动了手脚 我的合伙人哪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难道我会害你吗 你这样做对我们杂志社的口碑很不利 这部分责任你们要负起来 作为商人 追逐利益最大化那是首要的 我想你不会不懂吧 好对了 如果埃森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 那我们的合作需要重新考量了 毕竟谁耽误了谁都不好 我再考虑一下 好的 这次奇异甜品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方法 那关于封控和公关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我是站在公司的角度出发 最大化避免市场风平受影响 只是现在 关于叶之秋要解约 和南伟三需要撤资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说法 埃森需要有个人出来 承认这个错误 是的 什么 难不成是要正 是要总监出来背光吗 他没有做 沈樱 可是 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处于保护埃森的立场 你说话之前动动脑子 沈樱 我只有一个问题 是奶油的问题 看来郑总监私底下已经调查过了 如果三天之内得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件事是否能画上句号 没能解决呢 我离开艾森 郑总监言中了 期待你的好消息 好消息 听见 谢谢你送我回家 我先回去了 怎么了 我想说 你不用胡思亂想的 下午在明月人大那边说的事情 我有把握她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 那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她 你们一个是我的好兄弟 另外一个是我 我当然都担心了 你也不用担心了 我自有对策 你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我有办法 而且跟叶之秋下午已经对过了 你放心吧 我就说嘛 害得我白白担心一下 所以你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奶油成本高呢 一是原材料的直接成本 二是运输等问题的间接成本 只要是成本的问题 就很好解决 请老大明示 我已经联系过 印度那边的供应商 叶之秋已经去对了 晚上其他供应商的货 就会运过来 不愧是你 太棒了 所以你别担心了 回家吧 好 希望我们一切顺利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回家 你怎么这么傻 你怎么现在还跟你小说比 什么呀 怎么了总监 你怎么大早上脸黑的 在当工作室啊 脸黑显牙白啊 确实挺白的啊 你们两个怎么出来了 我小时候被声音天天一起去上课 现在跟他一起来上班 不违反你们挨死你跟姑叔叔吧 行了 不要嘚嘚 走吧 希望今天一天顺利 走 走吧 久问一总大名 幸会 幸会 你好 你好 三位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我们奇异甜品一经推出 就大获全胜 叶先生果然是才华横溢 名不虚传哪 余总您谬赞了 我们呀 还是直接进入主题吧 年轻人务实又爽快 那我们开始吧 其实贵公司最担心的问题 无非就是利润 这和我担心的问题 并不矛盾 原定的奶油供应渠道 我们已经打通了 可以给南卫三十提供 成本是原本的三分之一 你们保证同活同源吗 当然了 那交换的条件是什么 需要您办一场开放的 全民化的甜品品监会 邀请所有的甜品博主 达人 由南卫三十主导 埃森报到 扭转当前的市场封闭 大人 它们的增长封闭 是真味 仿佛实备 我仍然的幸福 有没有 上海 阿伯 有没有 你不得 有什么 你不得 有什么 你不得 你不得 声音成长得很快 这都是郑总监的功啊 不会 都是迷人打教导有方 这次品鉴会过后 奇异甜品的风评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是啊是啊 我看了好多家媒体 都是一致好评 郑总监跟叶老师 功不可没 当然了 我们莺莺姐挺身而出 也非常帅气 我们家莺莺啊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见不得我们只就被欺负 小时候 对啊 他们小时候几乎就是跟 跟光着屁股长大一样 只要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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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过去多久的事了 别提了 对啊 我们喝一个吧 干杯 大家都是艾森的功臣 没想到 声音也这么能干了 这样吧 今天晚上 大家都好好放松一下 不还有别的事情 就先走一步 你跟再见 好好玩 快 好 我们再来庆祝一杯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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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把大家叫来这儿呢 原因很简单 我们都是吃瓜群做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声音同学呢 最近招惹了两朵桃花 一位 是我司霸道总监 正道先生 另外一位 心静暖男 叶植秋先生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们家声音的好友 同事 所以呢 我们本着公平竞争 公正公开的原则 现在开始 正式战队 我们投票选出 自己喜欢的声音男友 但是啊 我们要阐述自己的 投票理由 好不好 好 我说范剑 你无不无量 拿鹰子当彩头啊 这叫什么话呀 我这个 叫尊重名义 懂吗 对 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 行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投票 虽然呢 我很生气 这两个帅哥都不是我的 但是声音姐平时在我不薄 她的终身大事 我还是要关心一下 所以 这一条 我投给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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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总监 为什么 理由是 大道总裁最有味的 虽然呢 声音姐平时工作能力很强 但是 一山更比一山高 他们俩强强联合 那一定能生出更强的宝宝 嗯 嗯 照你这么说的话 他们俩都那么强势 他们生出来的宝宝 一出生就要活在两座大山之下 还活不活 我不赞成 我觉得吧 我投小叶 理由是 很简单 小叶跟我们声音姐 青梅竹马 感情深厚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是 声音姐脾气那么长 就需要这样暖暖的好好先生伺候着吗 对不对 这样才叫性格互补 才能和谐嘛 好 现在一比一 没有 我们现在继续投票 拜拜 拜拜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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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为什么要把他们俩照片贴在上面 你猜猜 莫不是要给他们俩介绍对象吧 师兄姐 你脑回路也太清奇了吧 师兄姐 你先坐 你先坐 我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 不是 我说 假设你是一个女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如果这个世界毁灭了 只剩下这两个人要娶你 让你选一个 你选谁 只剩他俩 我都不选 为什么 那不行啊 你不选这地球就要毁灭了 那就灭亡好了呀 不过我觉得 他俩挺大的 要不让他俩凑一对 省得换换别人 行 你坐这儿自己观战吧 转眼你的投票 赶紧你了 我可不掺和 再说 这是咱们投票管用吗 这事得看英子自己的意思 嗯 嗯 嗯 啊 还不说啊 真是 哼 还可以 你这个复方方案还可以再去提 郑总监 你觉得我们想法怎么样 那我们继续吧 我觉得这个 要算 不看你 居室这么进去 看来一时八分 怎么不过重 我觉得陈姨姐是很难嫁出去的 我觉得陈姨姐是很难嫁出去的 你怎么说吧 快来看看 不论你什么乖了 今天有人给你送的礼物 看谁送的 看这个包装价格不菲啊 打开看看 我的天啊 这是什么公主和王子的剧情哦 是谁送的 这这这这 瞧瞧 我想邀请你做我的女伴 参加一个好友的晚宴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叶之秋 上 这是我的老险 哪有… 多少 你这呢 他你参加了 你参加的 你老婆 你不见的 你不见的 你俩少在这儿评啊 他俩都不是我的财 我觉得这俩都是极品啊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你看看 你要是再犹豫 小剑剑恨不得自己上了 那是啊 我倒是想去 没人邀请我呀 来吧 机会来了 礼裙已就位 去吧艾莎公主 谁要穿你的礼裙去啊 礼物还喜欢吗 破费了 你下来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在我家楼下吗 你下来 我有话对你说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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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学的泡妞技巧啊 竟然学会给女生送花了 裙子好看吗 眼光真好 我 我有话要对你说 打住 你该不会是要跟我表白吧 我们俩呢 永远都是好兄弟 你永远是我的小弟 我永远是你的女老大 可不能约见啊 那我不管 我就要说 是你 我喜欢你 其实 我能感觉到 你不喜欢我 你记得小时候吗 有一次放学以后 我因为教室卫生没有打扫完 被留到了最后 让值日班长 陪着我一起流了汤 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地怕 我也很自卑 也没什么朋友 直日班长说我是个笨猪 我既然自己都相信了 根本就 认为没有人能够在意到我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又要回到家里 躲被子里哭 是你告诉我 要相信自己 要相信自己 要自信 是你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勇气 包括今天向你表白的勇气 是你 让我想成为更好的人 要是你 我就请假回去休息两天 为什么要请假 生病了吗 这休息好了 我后天才可以尽力充派的 去当夜之秋的女伴啊 郑总监 我刚开完小好的 我去上个学手间 他乱说的 我怎么可能会请假呢 工作敌意 这我看过了还可以 谢谢总监 来 喂 怎么了 师兄 是我 我听说六目间有个开业晚宴啊 是啊 你消息够灵通的 这个都知道 师兄 其实我呢 我还是 干嘛 想去 对对对对 我不是跟六目间老板娘不熟吗 可是秦姐跟许多挺熟的 秦姐 秦姐 我是许多的朋友方思维 之前在北京见过 你还记得我 我记得你 谢谢秦姐 就是许多年前 追许多的那个秦姐啊 这上你还记得呢 也太好笑了 行 我知道了师兄 谢谢啊 许医生 干什么 对 我还记得你 会让我去 几分 真是 我去 你出去了 我帮你 你都帮我帮你 你还要是 秦姐 为了兄弟要两位杀刀啊 姐 最近真的 不 小秦 最近真的非常的 你看这么多年了 我都觉得你没有变 徐医生也越来越帅了呀 还有哪有 真的 跟姐姐比起来还是差很多了 小秦 我再送你一套护肤品吧 好啊 可以啊 哪里哪里 徐医生可以啊 这身影究竟是给你这高岭之花 为了什么灵丹妙样 我这有生之年 竟然能看到你两眼放光 你没看过得多了去了 也是 对了 挺晚了 你赶紧回吧 行 行 我走 我走 那就是你给我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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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你给我 你给我为怎样 我竟然走到了出卖色相这一步 谢了 甜蜜 咖急 我对上庄 又怎么花了 依然